欢迎您收看4月24日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钟玉琪 先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受东北季风的影响 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将会提高 提醒观众出门记得带伞 不过各地大多是舒适到温暖的气温 未来几天高平地区的空气污染物扩散条件较差 细悬浮为力的浓度会略有偏高 请有呼吸敏感的朋友多加留意 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的重要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报导 美国无人机空袭盖达组织人之死亡 继续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导 美国承认突袭盖达组织期间两名人之死亡 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纽约大都会版报导 王岐山访美前中纪委通气百人 继续看到大纪元时报台湾版报导 五十兰四季春茶食药署表示农药超标 来看到日本朝日新闻的报导 智利南部火山爆发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早安新唐人带您来看到国际反恐行动持续 但美国白宫昨天召开记者会坦诚 今年1月美国无人机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交界处 执行反恐任务的时候 误将遭恐怖组织基地挟持的一名美国人质 与一名意大利人质给炸死 而他们都是人道主义的救援人员 总统欧巴马声表歉意 表示事前掌握的情报 全然未知两位无辜的人质关押在该处 而意大利则是说这是悲惨致命的错误 但恐怖分子要负起全部的责任 再来看到夺走九百多条人命的地中海难民乘船 欧盟领袖23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紧急峰会 讨论阴影的方法 根据草拟的会议声明 欧盟可能首度会动用军力 找出人蛇集团用于走私人口的船 并加以摧毁 另外目前仅寻获24具遗体 对此马尔他周四举行难民的葬礼 镜头转回到台湾 食品安全真的是连环报 在英国兰毒玫瑰事件之后 台中市卫生局再公布4件 市售茶品农药残留超标 其中知名连锁五十兰企业也被波及 目前问题的茶已经停售 正在研议退费以及赔偿的办法 台中市卫生局4月初 针对辖区各式茶饮店进行击茶 结果不合格有事件 分别为广福星茶叶的铁观音 含芬普尼0.008ppm 法规标准为0.002ppm 以及爱沙松0.07ppm 法规标准为不得检出 来源为南投县附松茶厂 庆宇茶行的四季春茶 含芬普尼0.003ppm 法规标准为0.002ppm 来源为台南市五十兰企业 AT向心店的红茶含芬普尼0.005ppm 法规标准为0.002ppm 来源为台南市的松河茶厂 另外台中市的某家饮料店的 阿萨姆红茶 验出芬普尼0.004ppm 但因业者称进货时间为 103年7月以前 适用旧法规 因尚未厘清是否违法 暂时不公布店家名称 蔡富局长表示 属外现市的业者 已移请当地政府处理 而台中市所辖业者 卫生局一方面为消费者把关 一方面也保障业者权益 处理及要求业者暂停贩售 也持续分批比对进出货单 追查业者是否违法 再进行相关处置 新唐里亚台电视秋天喜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财经焦点带您来关心 台股昨天延续走高的态势 成交量1431.7亿元 创下七年半新高 股王大力光 股后汉维科也持续的看涨 分别上涨到3110元和2145元 再次的刷新记录 台股接续每股大涨 以9655.3点开高 上涨42.3点 金融股也一路攻上9700点 及9800点大关 不仅刷新今年记录 更创七年半新高 台湾的股市就在外资权力强劲的情况之下 展开了一个补涨的走势 而且我们认为 只要国际股市不出现一个比较重大的跌势的话 那么我们台湾股市应该是还有继续补涨的空间 股王股后持续看涨 大力光来到3110元 上涨45元 涨幅约1.47% 汉卫科盘中最高2145元 大涨125元 涨幅达到6.19% 1987年创立的大力光 2002年以205元挂牌上市 专注塑胶手机镜头研发 当年市值已经超过百亿 现在超过4000亿 为全球最大手机镜头制造商 主要产品包括手机镜头 平板电脑镜头 笔记型电脑镜头 苹果是大力光最大客户 包括三星 红达电 Sony等也是大力光合作对象 让大力光股市顺势上涨 一张要价超过300万元 市场还传出要大力光仿照苹果拆股 大力光则回应 没有计划 我们只能暂时把它当作一个 短期的现象而已 可能要等到 它在这个高档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已经稳 它的股价非常的稳定了之后 可能这个公司派才会考虑 要做这个拆股的动作 国际资金热钱 席卷亚洲国家股市 韩国 日本 香港都应声大涨 进入台湾的热钱 也逐渐从汇市流入股市 为原本地迷台股带来信心 另外中国抛出护港通讯息 分析师认为激励效果有限 新唐人亚代电视 陈慧瑶 李晶晶 台湾 台北报道 台北又再一次的登上国际媒体版面 不过确实让人听了五味杂成 因为台湾薪水不高 样样都贵 买个房子得要15年不吃不喝 这样贵到顶级的房价 连外国媒体CNN都大为吃惊 专程来台湾报道分析 除了台北101 好吃的美食 还有电影Lucy 但没想到台北的高房价 也成外媒关注话题 赚的钱不多 但房子贵得吓人 就算是富豪阶级 装潢典雅僻精的一栋 180平大小别墅 但是价格就连老外 都觉得太过分了 从最新数据来看 2014年第三季度 香港房价全球最高 其次是由台北市 和邻近的新北市包办 比起来在国外的温哥滑雪梨 或者是旧金山买房子 都比在双北地区要容易得多 在台北市想买房 等于要不吃不喝15年 实际问问民众 所得到的答案都是 别想了吧 如果真的要买房子 应该是买国外的吧 要不然就是买台湾别的县市 不会在台北买 台北工作 他们可能一般的薪水 都在缴房租 所以其实负担是非常的重 依照联合国认定 房价所得比在三倍以下 才属于一般家庭可负担水准 五倍以上就是极度无法负担 台湾高房价的元凶 恐怕就是无所不在的超房团 毕竟房子它是真的人的 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我的这个房子 其实如果前面好几手 都是投资客 这样子一路一路 这样子买下来的话 其实轮到我 这个自助客要买的时候 它其实价格是更高了 炒房近乎无成本 加上台湾是华人社会中 唯一可以拥有土地权的地方 更吸引大批投资客 炒作当保值 就连外县市花莲 常年五到六万的行情 近三年却被炒到超过十七万 外县市接连成为高价的牺牲品 台湾年轻人又该何去何从 下期视乎胡宗鸿河审 台湾台北报道 带您用100秒浏览重要的财经讯息 雅虎执行长梅尔周二表示 公司已委托顾问公司 评估出托雅虎日本 百分之三十六股权的可行性 而外界揣测最有可能 浮出台面的金主 其中包括软体银行 及雅虎日本 Google最快于周三 在美国发表最新无线服务Project 5 提供用户依实际用量付费的方案 挑战目前每月定额的传统模式 也让陷入价格激战的 美国行动业者感受压力 Facebook公布2015年第一季财报 进营收为35.4亿美元 绝大部分来自广告收益 而行动广告收益更是高达73% 有史以来估比最高 经济预振乏力 中国官方刻意营造股市融景下 上海综合指数22日续涨2.4% 到了4398.5点 创下7年新高 但黑石集团警告 中国散户只注重短期投机 早已出现过热的迹象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台湾艺人杨又颖不堪网路霸凌亲身 下节早安新唐人 我们带您看到临近的日本 他们如何推动防止霸凌的对策法 Lofa Coffee 层层把关完美坚持 百分百纯天然研磨咖啡 无添加生咖啡豆萃取物 富含高浓度绿原酸 喝对咖啡保有健康 多种选择满足不同需求 极致享受尽在Lofa 喝得及品Lofa Coffee 权利亚的流亡 充残力 本首是贵总 对咖啡豆萄 红绿原酸 外翻炒 加密环境 穆绿原酸 红绿原酸 《乌伯》 部委科技集团 追求机制 领航全球 欢迎回来 新闻焦点来看到 不堪网络匿名攻击 前农委会主委彭作奎的千金 艺人杨佑颖 礼拜二在家中亲生 昨天早上 他的哥哥出面召开记者会 公布杨佑颖的遗书 呼吁推动网络反霸凌的行动 打开手机一封封简讯 这些都是艺人杨佑颖亲生后 外界的不舍与关心 杨佑颖的哥哥向社会道歉 难过妹妹做了最不好的示范 更难过家人与医院 没有把Cindy从负面情绪中拉出来 会有情绪的反应 可是伤害自己的行为是第一次 24岁的杨佑颖出道四年 曾担任主持人网络模特儿 脸书专业的粉丝团 多达23万多人 而被指控是霸凌言论来源的 靠北部落客粉丝专页 有媒体整理疑似有43篇批评杨佑颖的文章 事发后粉丝页一度被关闭 网络上名爵与艺人也质疑 这种以匿名发泄不满的机制 杨佑颖的哥哥说不追究加害者 只希望推动网络反霸凌运动 不会针对特定的人或是特定的网站 而是我们不希望说这样子的匿名的 这样子的风气继续下去 那你不提告要怎么样 就是这样的外风呢 我想提告如果是能够解决事情的 唯一方法的话 那我们已经不会留到现在 才来做这样子的决定 把你骗到现场来 就是因为我想要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说 就是我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前农委会主委彭作奎 前年才上女儿主持的节目 Cindy意味着父亲展现妇女好感情 悲剧发生后 彭作奎在脸书上贴出多张妇女合照 爸爸最喜欢你靠着我的肩膀照相 好幸福 真希望女儿永远长不大 不做任何负面回应 家人决定在礼拜六帮Cindy筹办追思会 也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网路霸凌的受害者 新唐人亚特电视 秋天喜张永竹 台湾台中报道 其实在日本霸凌事件也是频繁登上社会新闻版面 早在2013年日本国会通过了防止霸凌对策法 不堪网路霸凌 一位年轻女孩选择结束生命 而随着网路世界无所不在 现实世界里该如何应对 在日本霸凌事件也频繁登上社会新闻版面 三年前一名自贺性的国中三年级学生 因为受同学霸凌所苦 最后在家中自杀 而学校竟然对霸凌视而不见 事发之后还一味隐匿 强烈意识到霸凌现象严重性 隔年日本国会通过了 推动防止霸凌对策法 地方政府必须制定防止霸凌的基本方针 一旦霸凌发生 校方必须向受害学生家长提供相关资讯 在团体中遭霸凌已经是日本长久以来的社会问题 就连日本皇太子的女儿爱子也传出曾受到欺负 而在家休学数日 根据文部科学省调查 2013年日本全国中小学和高中的霸凌案件 超过19万例 创过去新高 尤其是透过电脑手机的社群网路 已经成了新的霸凌形态 随着网路无所不在 霸凌的存在 恐怕一直都是许多国家头痛的社会现象 新产特电视综合报导 社会组织资料显示 在过去16个月中 共有26,079人感染了伊波拉 其中10,823人死亡 几乎所有的死亡病例都在几内亚 利比亚和塞拉里昂 针对地中海难民偷渡潮 欧盟领袖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举行紧急峰会 草里的会议声明显示 欧盟不排除对主导偷渡的人蛇集团首脑 采取军事行动 避免有更多的难民死在地中海 美国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捷布布希 被视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大热 他近期采用不吃加工食品 卤制品及甜食的血居人饮食法减肥 成功变瘦 估计较去年底减掉多达13.6公斤 凯特王妃即将临棚 王室超级粉丝 近日来以群聚在伦敦圣马利医院 林多院区外等候 希望亲眼目睹王室新成员 到来的历史性时刻 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新唐人在电视整理报道 改造人类基因一直被视为禁忌 然而中国大陆的科学家 近日首次将基因改造技术 直接运用在人类的胚胎进行研究 并将成果发表到期刊 中国团队说 实验使用的都是不会发育成胎儿的无效胚胎 但此举在西方学界已经引发争议 部分科学家担心技术遭到滥用 往后家长将会要求选择传给孙辈的基因 有人权恶棍记录的黑龙江省委书记 王宪奎率团来台 走踏台湾各地都遇上法轮功学员 高喊停止迫害的诉求 从天从高雄北上搭高铁参访故宫 在遇抗议 法轮功反迫害的声浪如影随形 面对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奎一行人坐车 法轮功学员高喊诉求 停止迫害法轮功 其实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都知道他们暗地里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 那全世界都知道法人大法好 只有他们太可怜了 他们还不知道 甚至于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 王宪奎率团访台第五天 从高雄左营 搭高铁 北上故宫参访 所到之处 通通看得见法轮功学员 高举横幅 制止迫害 在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 亲自第一线来 破坏我们善良的法轮功 我们法轮功是求真善人 但是呢 他们没有什么理由 就直接参与破坏 王宪奎率团访台 参访故宫 出动了大批便衣为安 坐车旁 刻意停了一台大巴士 阻挡媒体采访 不出故宫 面对记者喊话 随行人员 竟以雨伞刻意遮挡 唐人民说 不要破坏法轮功 书记会把这样的讯息 带回中国大陆吗 明明标榜两岸交流 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奎 却不敢面对 自己犯下的人权恶行 中共官员来台猎击 再添一笔 新唐人亚太电视物理天长 李宥军 李俊荣 台北高雄综合报道 日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考察厦门大学时 拒绝题词 其维护习八条的举动 与不久前高调献身贵州 明显挑战习八条的贾庆林 形成对比 一顾香港华贸集团主席 龚如新 留下830亿港元遗产案 华贸慈善基金 不满高等法院 原送庭以及上诉庭 裁定基金只属遗产受托人 基金不符向中审法院 提出终极上诉 案件经过两天办聆讯后 首席法官马道立 表示押后裁决 今年第一季以来 大陆就业市场表现疲软 中小企业处境艰难 对工资上涨构成新的挑战 湖南 海南 西藏 山东 深圳武帝 今年率先在第一季 就调涨最低工资 平均涨幅11.3% 19号 中国山西省江家湾煤矿 发生渗水事故 当时有24人受困 事发后 当局只揪除了3人 21人遇难 新云二雅特电视整理报道 神韵世界艺术团上周末 在美国华府的三场演出 场场爆满 演出给观众们带来 文化和艺术的双重享受 电影制片人杰里摩尔说 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神韵 刘湖超人 讲:"It's absolutely amazing the color the sound of the music and the entire feel of the chapters it's like it's like you're watching a movie and reading a book and having a dream all at the same time very dreamy the way the characters come in and out and come on and off stage so smoothly and believe me I'm in show business I'm looking not one mistake of anything it's very amazing 摩尔赞叹神韵用舞蹈的形式完美地表达了深刻的文化 摩尔对神韵的二胡独奏赞叹不已 表示会向每一个人推荐神韵 哦,那是神韵 因为我一首歌手 我换了音乐的音乐 然后听听她的两首歌手是神韵 而是神韵的音乐 是非常印象的 她是神韵的一首歌手 是神韵的一首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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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喜悦到悲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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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边到一边 但是一个美好的活动 一定推荐给所有人 新唐人华府记者站报道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竞选2016总统 昨天首先拜访前主席苏贞昌 下节早安新唐人带您来了解 台湾首部荣获美国休斯顿 国际影展儿童节目金奖 新唐人原创动画 天庭小子小乾坤 专为现代孩子定作的戏剧故事 巧妙融入弟子规 原文语意涵 孝顺勇爱负责诚信 经典智慧灵活应用在生活中 陪伴小朋友快乐成长 活泼趣味开心看 潜移默化轻松学 天庭小子小乾坤 今年夏天全球首播 敬请期待 开心走向新世界 灵山圣地落叶归根 慎中追远 孝思无限 万丹山私立花园公墓 位居南投民间的明山净水 交通便利 是龙虎卧虎的风水宝地 拥抱自然美景 吸取灵山地气 致敬先贤长者 必因后世子孙 万丹山私立花园公墓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 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4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和有成进 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夹具首选 成进科技 欢迎回来 美股周四开低走高 在苹果的领军之下 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指数 中场上涨0.41% 收在5056.06点 超越2000年网络泡沫巅峰期的历史高点 也是睽違15年 首度创下收盘新高 再来看到政治话题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竞选2016总统 昨天蔡英文展开党内的情谊之旅 首先拜访前主席苏贞昌 蔡英文拜访党内前辈 与前主席苏贞昌闭门会谈一个钟头 背后两人上媒体说明大致会谈内容 对于国民党内人事先后附录 主席会即将展开蔡英文是否调整 民进党两岸政策脚步 对此蔡英文回应 蔡英文六月安排访美将与美方进行对话 美方尤其关注蔡英文两岸论述 至于访美细节 蔡英文仅表示还在规划当中 新唐人也的电视是 曾英豪柳兹营 台湾台北报道 接着看到今天4月24日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台经院发布4月景气动向调查 人力银行要公布职场爆肝 与压力指数的调查 另外今天有一场2015亚洲国际油展 娱乐消息的部分 韩国艺人金宇斌今天来台 接着带您来看到4月24日的天气预报 我们下期见到4月24日的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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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